吉安相公所举办为期五天的2024编导演戏剧 夏令营闪亮明星玩一下活动 由专业的戏剧团队带领32位国小高年级至国中的学员 体验创意华客双语戏剧创作 今天举行成果发表会 孩子们巧妆登台演出西游记 华客与台词穿插其中 趣味很深 乡长游舒贞看到同学们通过迎对课程 开心的学课语 发掘编导演多元的能力 给予高度的肯定 吉安相公所举办为期五天的2024编导演戏剧夏令营 闪亮明星玩一下活动 由专业戏剧团队带领32位国小高年级到国中的同学 体验创意华客双语戏剧创作 7月12号举行成果发表会 孩子们巧妆登台演出西游记 华客与台词穿插其间趣味很深 炎炎的夏日 四年级以上的孩子来报名参加客家的吉安夏令营 从编导演 从不会说客语 一直到第五天 要用客语的演出 带来了自己的创意 也带来酷热的下属 能跟同侪 跟不一样的同学们 一起来作为一个演练 甚至于把自己的创意 挹注在其中 谢谢客委会 客家事务处 以及吉安乡 来共构 多元学习的夏令活动 在我们的吉安 看到孩子们 用积极的态度 用充满创意 以及好奇的学习 在课语的铺层中 从编导演的一个创意 就看到孩子们 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 跟多元的空间 希望吉安乡公所 立志为孩子 共创不一样的未来 以及多元的暑假 在吉安 吉安乡秘书 谢美慧表示 这次营队活动 不仅代理学生 体验 编剧 导演 表演 也尝试设计 戏服 戏偶 还有道具 更透过沉浸式 学客语 让客语更加生活化 这次吉安乡公所 所规划的夏丽颖 是希望从生活中学客语 从生活中学客语 然后再把它加注原生 再把戏剧而带住 所以整个这课程 是从浅到深的部分 我们希望这样的客语 能够让孩子 嚷嚷上口 带着走 这样子才非常有意义 刚开始老师其实有透过 让孩子回去 反问爸爸妈妈 你最倒霉的一天 还是说你怎么样的 从生活的经验呢 然后来写出他们的剧本 然后剧本编好了以后呢 还有呢 整个这个排练也好了以后 要道具 我们都知道 戏剧一定怎么样 会能够演 还要能够怎么样 还能够把这个戏剧的服装 能够显示出来 今天孩子所呈现的 不管是在这个服装 以及道具 都是他们透过呢 这个讨论出来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安排 这个每一个人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都是用团讨的方式 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孩子自己呢 可以去吸收到 他自己想要演的角色 乡长游竹珍表示 工作团队会持续发挥创意 规划各种生动 有趣的迎对课程 让学童增进智慧才艺的同时 又能够深度走进客家文化领域 学习客家语言和生活知识 这里会请安相报道